根据临床统计 有30%的摄护腺炎患者 他们有限制不节 多位性伴侣 刚教自卫过度 防势不节制 甚至是血液循环差等问题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避免摄护腺的问题呢 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骑马 骑车车 挤压到摄护腺 摄护腺按摩 做过肛门止诊 跑马拉松 长期的摩擦 或者是你有 如果你从生活习惯来讲的话 那当然就是以东方跟西方来做比较 那我们东方人确实在统计学上面 我们的这个社会上还正是 比较偏低的 比那个西方 比如说欧美 他们就比较多 那可是呢 当一个日本人 或者是一个中华人 台湾人 那到了这个美国 那他的生活习惯完全就美式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或者是他的后代 他们的生活就跟美国人一模一样的 那么他得到这个受限 癌症的机会呢 也就相对的跟他们比较接近了 这个人 我们的生活习惯来的 我们的生活习惯来的